沈女士签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后面还有个括号著名是限售 也就是说沈女士买的是限房 开发商是杭州富云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是蒲云府 土地用途是办公商业用地 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是2048年2月26号 我们在这里买了个房子嘛 然后他说是40年产权卖给我的嘛 到后来我拿到合同只有25年 蒲云府是一个综合项目 包括商场 办公楼和公寓 沈女士等业主购买的是10号公寓楼 被统一命名为东湖云山郡 公寓入口这里挂了横幅 欢迎业主回家 沈女士目前拒绝收房 她说自己最近才弄明白 房子的使用年限跟拿地时间有直接关系 我说拿地的 45年前拿的地你还会买吗 不会 绝对不会 你给我50万我都不会买这个房子 因为你现在说白了 到底要买来 80万05千吧 沈女士购买的这套公寓面积46平方左右 她说销售小谢一直跟自己强调 公寓是40年产权 但没提过开发商的拿地时间 你现在给我打电话什么意思呢 我就问问清楚 这个房子到底是不是40年了 我花40年的钱 买了25年的房子了 我这么跟你说话呢 是这样子的 就是商业产权是40年 它是从哪里开始算的 我们搜楼铺前台这里都有公司的呀 那你当时我问你的时候 你有没有跟我说呢 你叫我看公司了吗 还是算嘛 是不是 他前台都有 你如果说为了这个打电话给我 没有意义的 但是你当时我问你了 你有跟我说吗 不是你有跟我说吗 等一下我问一下 他去什么 不是 那你问我什么了 亲信 我问你 40年产权 小谢 神女士说对方挂断了微信电话 记者请她再打过去 对方不接了 一行人到了售楼处 找了一阵 在角落里找到一个支架 上面放着用活页装钉起来的 好多页塑封材料 看着就像一本厚厚的书 记者翻了翻 找到了一页商品房销售公事牌 上面著名 蒲云府10号楼 土地使用年限到2048年2月26号 当时有没有看 这本书这里没有的 我来买房子的时候 神女士说 自己来买房时 根本就没有这本书 合同上的土地使用权 终止日期 当时没注意看 但我拿到合同 钱都付掉了 往前签掉了 一看 我只有25年 这页商品房销售公事牌 还著名 一到三层是商铺 层高5.07米 4到15层层高是4.78米 备注称 4层应管道 烟道 并管 实际使用层高为 3到4米 4层已经收房的部分业主 带记者去参观了一下 说他们的房子里 已经被分割成上下两层 他们对两笔费用有疑问 这个3万6是隔层的钱 还有个5000的是 当时说是中央空调外积 然后内积的话 我们自己掏钱买 外积 外积 因为水空调有个大的外积 5000块钱 所谓水空调 就是通过水循环的方式 调解室温 这位业主手里 有几张收据 说就是3万6的隔层费用 和5000元的水空调费用 但收据上只注明是装修款 没注明具体项目 收捆方 都是上海的一家装修公司 交了钱的业主 都跟上海这家装修公司 签了房屋装修改造合同 一行人找到了 开发商的一位蔡总 之后开发商的一位蒋总 给记者回了电话 蒋总介绍 那本像书一样的公式材料 一直放在售楼处 如果说业主上自己不看 那我没办法这个事情 我总不能说 做一个大标题 墙上挂起来 这是不可能的呀 对不对 关于业主提出的两笔费用的疑问 蒋总的回应是 他不太清楚 我们赠送的中央空调 水空调就中央空调 这个业主可以选 也可以选择用 也可以选择不用 那5000块是什么费用 5000块的费用 我倒不太清楚 你们装修的那个隔板 交36,000是吧 36,000 没有啊 我们是毛病交付的呀 那现在一个隔好的呀 隔好的那是他自己找的 第三方的那个装修公司 上海的装修公司 是不是上海的 我倒不行了 好像是吧 开发商蒋总的回应 让业主们有点疑惑 既然空调是赠送的 上海那家装修公司 为何又收了空调的费用呢 而且业主们反映 四层的隔板 隔得有问题 四层已经收房的一位业主 邀请记者进去参观 里面已经隔好了上下两层 楼梯也搭好了 下面是2米3 上面1米5 那你这个高度的话 二楼可能要磕到 我站不直 那你还要重新隔了 我肯定要拆掉重新做 现场没有人带测量工具 记者想了个土办法 一位刘先生自告奋勇 你个子有多高 1米83 这能站在的 1米83的刘先生 站在一楼时 手举高才能够到隔板 一楼应该有2米3左右 他走到二楼 整个人只能弯着腰 沈女士也上了楼梯 沈女士跟刘先生 并排站在二楼 沈女士需要弯着腰 刘先生简直像鞠躬一样了 现场又有一位王女士 自告费用 小王你个子有多高 我1米53 试一下 头被给我放到我 能站直吗 53也站直 你正好 不是 站得太直的话 会那个头会点得很牢 1米53的王女士 也感觉自己在二楼站不直 据业主们回忆 在售楼处签购房合同时 也一并签了跟上海那家装修公司的合同 交了36000多元和5000元 两笔所谓装修款 但装修合同上 装修公司没有留联系方式 业主们也没有对方的联系方式 开发商的蒋总说 这事跟他们没关系 而且整个10号楼 楼层高度有差异 不同的楼层 其实是有不同的高度的 具体哪几层不同 我们在现场也是有公司的 那是个盘子里面 4米78以上 基本上都有4米78 是不是最低的 我不确定 售楼处的商品房销售公司牌注明 1到3层是商铺 层高5.07米 4到15层 层高是4.78米 被注称 4层因管道腌道并管 实际使用层高为3到4米 买到4层的业主们觉得 在层高上 他们有一点吃亏了 一行人赶到了杭州临平区 东湖街道 街道让物馆办一位负责人 出面接待 这个东西你要采访 我也要报备 这是一个第二个 你这个证能 我也刚才跟你说过来 这个涉及到我们开发区这边 你如果要采访 就要到开发区 有些情况 你们要问的 可以到我们开发区去了解 沈女士表示 上周 东湖街道物馆办 一名工作人员 给部分业主打电话 邀请他们到街道来协商 这个呢 对不对 我跟他说的 这个情况 有什么情况 你们统计好 到我们这里来 先坐下来 跟我们来谈好 到东湖街道来 对 我们了解 那么我们再跟多部门 到时候会商 再跟 那这个事情到底是 开发区管 你不管 具体的发展项目 我们开发区在管 它是我科室的 我就跟你说 这个不要紧的 街道物馆办工作人员说 是他上周交业主代表来街道协商的 但他的上级 街道物馆办 这位负责人坚持说 这事应该开发区管 现场有点尴尬 在走廊上 沈女士遇到了一位 当时在街道主持协调的负责人 这位负责人介绍 确实是东湖街道 在负责协调 按上次的约定 半个月之后再碰头 沈女士把两笔费用 和隔板的事情 反映给了对方 188黄剑 记者报道